明星们不管是在荧幕 还是在现实大众眼中都是光鲜亮丽的 无一不是各种帅气质 仙女气质 然而就算是走在时尚前沿 那明星们都有不可磨灭的黑历史 就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明星们 那些让人哈哈哈哈的过去吧 仙女幽魂里除了主角大家耳熟能详 最大boss黑山老妖也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真的没想到有一天小虎对中帅气霸气 等无其龙会变成黑山老妖 装扮诡异不说 顶着一对黑色牛角 还在做各种眼表情 男神成了男神经 真的非常的辣眼睛 影视剧中的诡异发型 每天都在挑战观众的三观 当初凤球皇还是挺期待的 但是女主一出现 顶着一头诡异的发型 如果我的眼睛没瞎的话 那不是缝纫机吗 造型使你的合法不要拿 作为超女出身的和解 声音好听 长相还十分的可爱 但是真的部分神美有些惊奇 一身红鲤鱼造型 龙龙的腰线凸显出来 就是一只吃多了发福的鲤鱼 这时候贝雷的小伙伴都拿出手机转人吧 以下这条胖金领啊 小天后邓紫奇曾经被称之位皮裤女王 那一水的彩色皮裤 穿出了肥胖龙种 还有一身的土味 她的皮裤颜色凑一凑大概 都能召唤神龙了 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 腿不够好看 真的不要穿皮裤 更不要穿彩色皮裤的老铁 韩雪小姐姐是真的非常有气质 颜值好不说 平时风评都很好 基本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这大概是家庭素质问题 于是造型师对着这么好的韩雪姐姐欣赏不已 给你小红花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别加那好吗 要不是韩雪颜值在 这么大红大雁 的大红花谁撑得起来了 大红花谁 Ta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